我們現在進到35頁這邊,我們就來用遙控器 我們一樣的,要麻煩你先把程式停止 你看,如果程式不停止,有沒有發現那個切換互動方式這裡不能按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會不能按喔 所以程式一定要先停止 好,停止了之後呢,我們把這個地方換成遙控器 就有一個遙控器的介面就跑出來了 它裡面按鈕應該夠多了吧 對不對,可以做更多功能 而且它有個好處就是,有一個螢幕可以顯示 就是你一些訊息可以在那邊顯示出來 好,這樣這個資訊揭露會更清楚一點 好,那我現在呢 找到它之後,我們先把剛剛的燈泡先丟掉 這個就丟掉了 因為不同的互動方式不能混在一起喔 你不能說我要用燈泡,然後又跟遙控器又結合在一起 如果這邊是不行的喔 所以我們就把它丟掉 來,那我希望呢 像我們這個簡報上面所看到的一樣 我希望有好幾個功能可以同時使用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搭配它來用喔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裡 這樣 好,我把遙控器拿出來 遙控器 你來看一下 第一個,遙控器按什麼按鍵對不對 按什麼按鍵做什麼事情 我就把它拿出來 好,那我們遙控器呢 你看這個 有沒有 這麼多顆 就是剛剛上面的這些 遙控器上面這些 那有一顆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顆不是零喔 第一顆是那個 我們上面那個按鈕 有沒有,紅色這個電源的開關 那你往下,像這些啊 還有方向鍵啊,什麼都可以用 假設我的第一顆啦 當我按下1的時候 我要開燈 可以吧 好,按下1之後 要怎麼開燈 就把LED燈 打開 這樣就把LED燈設為R 那因為我們有螢幕嘛 所以有螢幕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資訊黏顯示在螢幕上 按下1,然後上面就寫開燈 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那螢幕上的 我們看一下喔 螢幕上的 你找到遙控器這裡 有沒有遙控器的螢幕第二顆 顯示什麼內容 遙控器的螢幕顯示 好,把它丟出來 那顯示的內容 當然就要自己打囉 等於說是一個文字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般層次會有的功能 所以我們找哪裡 找左手邊這裡 你看 左手邊我們剛剛都在下面嘛 現在合到基本功能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叫文字 這裡就有一個字穿讓你打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顆拿出來 放在它的後面 比如說這個叫開燈 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 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 積木可不可以用複製的 當然可以囉 因為你寫過一次的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 按滑鼠的右邊 或Ctrl加C Ctrl加V 都可以 按右邊 這邊有個複製 好 我就把第二顆 設為關燈 這裡 變off 然後我就把這個 換一下 關 關燈 好 那我們就先測試看看囉 你看這裡 好,我們就執行看看 好,執行 當我按下1 有沒有這裡亮起來 這裡顯示開燈 當我按下2 這裡是不是關燈 因為這樣就有一個資訊在做溝通嘛 你不用只有看上 看那個燈號 對不對 那一樣的 這裡呢 除了按開按關 你可不可以有閃爍 也可以 那我們再多做一個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就是 這邊我們多複製一個 你看在這個地方啊 我們剛剛不是前面都是點擊嗎 可是這裡啊 四三個可以打開的喔 打開 有沒有發現它有三種狀態 那點擊沒有問題 大家會了嗎 請問 按下跟放開有什麼不一樣 按下跟點擊有什麼不一樣 放開沒問題啦 就直接放開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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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的 也就是說呢 它這邊的點擊是兩個動作 按下後放開 然後這個呢 按下叫按下不放 對,按鈕按著 有沒有,按鈕按著它 不要放開 這叫做按下 放開就放開 所以 所以 點擊是你按下滑鼠之後 放開 它才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一般寫層次 把這個通 這個部分稱作事件 按鈕的事件 所以這個是 按下放開 它才會做 這個是按住不放之後 它就做了 所以如果我希望是按住不放開燈 可以嗎 放開關燈 是不是可以 那我就可以用這樣的概念來囉 你看看 當我按下 我用另外一顆好了 用第三顆好了 當我按下3的時候 我把它設成這個 我用複製的 這個拿來外面 我按下的時候 它是開燈 那我放開的時候 當我 放開 第三顆 按鈕的時候 我就把它射關燈 你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是不是 同一顆按鈕 可以做兩個動作 好 那我們就測試一下囉 這裡 第一 執行 當我按下3 按住不放 開燈 放開 是不是又關燈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這樣你大概了解意思了吧 可以齁 好 好嗎 好嗎